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种类型 叫数据声明的考察 那么数据声明应该说也是在我们开发中 也是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巧 因为我们也提到过 所谓的c源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在用内存空间去分配它 分配完过后 然后去用一些什么加减称数进行操作 所以说那么对于数据的声明 很显然就是告诉编辑器 我要申请什么样的空间 然后以及如何去使用 那么在这个地方它列出了很多种 那么不同的数据的那种定义 那么利用这样的定义 我们来看看c源的变量该如何的去操作 那么之前我们在讲解内容中 也提了一个思想 就c源它实际上是一个标识符 然后加什么标签的一个构造过程 那么你看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就说a它说是一个整形数 那么这个整形数很显然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们名字就叫a好吧 因为它都告诉我了我的变量名叫a对不对 变量名叫a 但a我们说光杆实力放了a 放了放进去肯定是什么 肯定要出问题对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必须要通过什么修饰它 而修饰中我们很显然讲的是什么 修饰关键字 不修饰就是类型关键字对不对 那么是什么int 因为你是一个整形 整形数自然而然int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对吧 好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 那么第二个问题 它说一个指向整形数的指针 记住它是得指针 也就是说它最终的目的是一个指针 指针我们说你看到指针毫不犹豫的 把这个a的什么左边 左边先定义一个星 这样的话 a是不是就已经变成指针类型了 记住 就是说a编译器 它怎么看一个我们的变量的声明 它是先这样看 看到变量名过后 它先看 我用什么方式来修饰它 对不对 如果说我的左边看到了星 那好了 a立马把它当成什么 是一个地质类型 也指针类型 而我们讲指针也说过 指针类型必须要满足什么 两要素 一个是指针大小要素 一个是什么 指向类型如何操作的 这样一个东西 那当然我们就看这个前面定义了 得指针什么指呢 是按照整形的方式去指 那也就做自然而然 我们a所存储的内存空间 所指向的空间 我读取的方法是什么 是一个整形一个整形的读 所以这样的话肯定就是什么 硬的性a 所以说这两种应该说比较直观 或者比较简单的一种写法 那么我们来看 接着往下看 第c c中它说是一个指向指针的指针 也就是说最终它还是一个地质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 不管3021先把什么 新a写进去 也就是说你这个a反正是地质 对不对 那现在问题没有完 什么呢 你这个地质得指针的前面是什么类型呢 对吧 它怎么读内存呢 看没有 你看是一个指向 指针的指针 也就是说它本身是个指针 没问题 但是指针所指向的前面的内存怎么操作的 还是地质 还是一个地质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心的左边 又定一个心 看没有 就说这个心主要是修是谁的 不是修是a的 是修是谁的 修是这个心的 看没有 修是这个心的 所以说这样来看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其实这就是心的心 那就是二维指针 对不对 但问题没完 为什么 这个心怎么做内存呢 因为我们只要看到地质 你一定要多去想 它怎么指 怎么操作 对不对 好 那么很显然它看 指向指针的指针 那什么指呢 它指的是一个整形数 也就是说 它这个指针 指向的空间是怎么操作的 是原来还是按照什么 int来指的 看没有 所以这种写法 这种写法要注意 你当然呢 我们在以后写的过程中 就没必要这样空格加写了 你就还是按照老办法 int星星A就可以了 就是说你不要加空格了 就是说这个编辑器来帮你加 你在写的时候 还是正常去写这个指针 就可以 好 我们看D D它说是一个有十个整形数的数主 记住 A已经不是地质了 它是个数主 那A凭什么是数主呢 那我们说 那么主要由C元关键字 关键标点符号的一个什么 方括号来把A这样一个变量升级成什么 升级成数主 也就是说A的右边 A的右边如果先看到了方括号 那么这个时候 A的属性就定义成什么 数主标签 记住是数主标签 原来说过 数主名就是个标签 对不对 好 那么A的方括号里面 在跟什么 你的有的 以这个为A为手地址的标签 有多少个 十个 告诉编辑器 你反正给我分配十个给我 后面你不管了 后面你给谁 那是你的事 对吧 但是这十个给我 好 A十 然后但是没完 因为我说 你这个空间值告你十个 十个 那每个怎么读呢 每个怎么读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你这个前面又得告诉什么 A的什么 读取 就是每个的读取方式 整形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数主 数主 所以说 这种写法 也告诉大家 在整个编译器 编译的过程中 他一般来说是先向右看 然后再向左看 这个一会儿 后面我们看几个例题就知道了 就说 你看这个A 他先向右边去看 当他发现右边 没有修士辅导的时候 他再看左边 比如说他右边的优先级要高一点 然后左边的优先级要低一点 那右边的优先级高的情况下 他如果看到方括号 那么A的属性就彻底改变了 就是个啥 就是一个数主了 就是个数主 然后呢 那再往左边去看的时候 那这个左边就不再是A的问题了 而是看这个数主里的什么属性问题了 好 所以说这个 这要注意它的一个什么 先后关系 先后关系 好 我们看下一个 他说是一个有十个指针的数主 反正最终还是数主 对不对 所以说A还是什么 十个 然后十个里头存什么呢 得数主 你看得数主前面是谁修士的 指针 而这个数主 得数主的什么 是整形 也说 存整形好了 就int 那存指针咋办 那不就是A的什么 左边是不是通过星来修士它 看没有 还是刚才说的 因为A的右边的优先级率最高 所以说A先用方括号 帮我们把这个方括号 是不是把A的属性升级为 数主标签 对不对 数主标签 然后这样的话 A的左边其实就变成什么了 A的左边怎么 就变成对于这个标签里存放内容的一个什么 一个修士了 一般是这样来定义的 好 所以这样来看 那你看这个星很显然是修士 不是修士A的了 是修士这个十个里面每一个的属性 是个地址 又是地址 那什么地址呢 指向什么 一个整形数 那就很好办了 int 好 大家看 所以说这样的话 这个int星实际上是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int是修士这个星的 而这个星是修士这个十的 而这个方括号才就是真正修士什么 A的 所以这样的话 A最终实际上是个什么 是一个数主 所以说 这个是在我们C元定义变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或一定要小心的一些问题 好吧 好 再看下一个 就你一定要注意 它右边的约级最高 它先升级 然后再看左边 如果右边没有了 再看左边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它说是一个指向有十个整形 数主的指针 那也说最终的目的是指针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A A的最终目的是一个星 对不对 最终目的是个星 但这个星又有个新问题 那么怎么读你出来呢 看得指针的前面是什么 是数主 也就是说 它的地址读取方法是一块块的读 数主 就一块块 一块块的读 怎么块呢 是十个为一块 十个为一块 那这个十个什么呢 十个什么 十个int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这样想了 原来你是一个什么 是个数主 反正就是这个星的前面修士符 应该是个方括号 对不对 然后十个 每个是什么呢 每个是个int 对不对 因为它告诉你了 十个int型的数主 对不对 但我们说这样写 在我们编辑器中 它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去什么 去想到这种方式 所以说 它还是要求我们数主的定义 跟我们标准数主定义是一样的 标签的右边跟方括号 左边跟什么数据类型 那很显然这个星A的左边和右边 就把星A是不是当成一个什么 整体 然后左边和右边分别放什么 大括号和这个什么 类型 所以这样的话 这句话你不能这么写了 不能这么写 怎么办 我们要把它加工一下 加工成什么呢 加工成这样 就说你星A还是放在中间 对不对 那么A的什么 左边 右边先写十 右边写方括号 然后左边写什么 写是不是返回类型 就是它每一个 每一个的类型 看到没有 Int A4 好 但这样一旦写完过后 我们出问题又来了 因为我们说 如果你这样写 C元编辑的优先级 是不是先右后左 所以很显然这样的话 是不是A又变成一个数主 对不对 而这个数主呢 是里头存了一堆星 对不对 那跟我们本身A是个地质 是不是这两个概念 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好 怎么办 好 这个时候 所以说我们又要借助一个什么 优先级的括号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星A通过一个小括号 把它括起来 告诉他 它是个整体 然后它的外面才是修饰这个星人的 看到没有 因为我们的A 看 他肯定还是先看右边 但是这个右边 他发现了什么 A是一个小括号 很显然 这个括号是不是就告诉你 阅限期已经结束了 你看该往左边看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 他就会认为 A的这个属性就包起来了 好 A升级完过后 A是不是最后还不确定的属性 是不是就星 星它怎么办 因为你这是个整体 它是不是再往外看 往外面一看 是不是按照数主的方式去读 左右左右 一个方块 一个什么 inter 这样的话 A是不是就知道了 它的什么 它的一个具体操作方式了 看到没有 所以说 这个应该说是我们 指向 十个整形数组的 指生的一种 比较典型的方式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 他说一个指向 函数得指生 函数得指生 那也说最终的目的 是不是还是个星A 还是个星A 然后这个星A 他说 那谁来修饰这个星 我们说还是一样 他修饰个函数 函数我们说到 看的函数三小数 三小数 函数名称 函数什么 函数什么 函数返回值 函数的输入参数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 那什么函数呢 是一个整形 一个整形参数 并返回一个整形的数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相当于我们 是不是要定义一个函数 是返回成int 然后输入参数呢 是不是通过小括号来给 是不是 也要传一个int的 这样一个函数 比如说叫名字F1 那很显然 你这样写呢 我们说世界元编辑 还是觉得很奇怪 对吧 或者说我们也没有见过 这么奇怪的写法 所以说呢 我们说我们的写法 又要把它 把这个什么 因为你最终 这个A是不是 就是个D值 函数名是不是 就是个D值 所以说你又把这个A 还是按照什么 函数的普通定义一样 把它放在什么 中间 右边小括号 代表函数 然后左边代表 那个什么函数返回值 这样才是我们世界元 定义函数的什么 基本写法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写法呢 不太利于我们世界元编辑 和我们人的阅读 又把它定义了 新A 然后你的右边 去放上返回值int 记住啊 这个地方返回值 我们需不需要 一定要写名字 就说比如 比如一定是intB intC需不需要 记住这个地方不需要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只需要知道 它是什么类型就可以了 什么类型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返回什么 int 好 那这样写行不行呢 那我们说这样写 又有新的问题 你看 因为如果 我如果这样写 我们的右边 是不是优先级最高 右边优先级最高 那一看 A的右边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原括号 说明A已经是什么了 A就是函数的名称了 函数名了 对不对 因为你A先看到 原括号 那么它就变成什么 函数名的定义了 那么这个星 就反倒变成谁了 是变成函数的返回类型了 因为这是属于A的右边的 左边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什么 函数的类型 函数返回的类型 所以这样是不是跟这个指针 就没关系了 对不对 所以为了保护这个指针 当然我们是不是思路还是一样 加什么 加原括号 这样A它是不是就一定是个地址了 对不对 然后什么地址呢 好了 它是不是还是按照左右的方式来读 输入参数为int 返回值为什么 int的一个什么 函数地址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函数的地址 函数的地址 这样一种表示方式 表示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A为中心节点 右边是方括号 那就是告诉你 我读内存的方式是块 如果右边是小括号 那说明我们读内存的方式是什么 是按照函数三要素的方式 一块一块读 对不对 或者一块块操作的 所以这个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好 接下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呢 是它说一样 是一个有十个指针的数组 十个指针的数组 这个怎么理解呢 既然是数组 那么不用说了 A可能要先有方括号的修饰 对不对 然后方括号的修饰是几个 十个 然后十个什么 十个指针 十个指针的数组 所以说A的这边加心 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心 和这个A需不需要括号扩起来 就不需要因为A本身是数组 对不对 A本身是个数组 所以说这是个心 然后这个心是来修是什么 十个参数 十个参数里头是什么操作的 然后接着再往下看 他说这个指针 怎么操作呢 因为这个心还没告诉你 对不对 这个心是里头怎么操作呢 他说是有一个整形参数 并返回一个整形 就说原来它这个 这个心指向还是个函数 对不对 所以说那我们的写法是不是又变成了输入参数 有一个int 返回词是不是有一个int的这样一种函数 对不对 当然很显然啊 你这样写是不是又乱了 对不对 而我们这个心很显然是把A10一起包含了 就说A10是个整体 然后被一个心返回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这个括号的语义 是不是要先加到这儿 看到没有 就是A你先变成个数组 然后返回类型是个心 那什么型呢 我不知道 因为它是输入参数和返回值都有的 这样一个型对不对 好 那这样我是不是就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整体 然后我们左右来分别代表输入和输出参数 所以说通过这几个例子 应该说大家重点就是理解一下 不管你是作为函数的设计者来说 还是在以后读别人函数 那么我们读的方法和写的方法是一样 都是以变量名为中心节点 右边优先级最高 看到方括号升级为数组 看到圆括号升级为函数名 然后如果说右边没有了 右边没有了 那么看左边 左边有心 那么一定是什么 地址 左边没心 看它具体什么类型 对不对 这比较简单 但是有心就麻烦了 一旦有心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之前的语义和这个心 是不是扩在一起 然后看到外面又是怎么操作的 它左边有括号还是一样函数 如果方括号就连续空间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数据声明 C元中所代表的所有数据声明的这种可能性